走向這一個減災的一個時段 那把重症把它醫療好來 那漸漸的相關的一些隔離的措施 漸漸放寬 不追求清零 也不放任病毒肆虐 總統蔡英文定調 臺灣防疫現在重症求清零 有效管控輕症 要以減災為目標 因此醫療量能得先充足 狂烈疫調採檢同步進行 北市公費PCR之前 被說掛號一號難求 北市府四月七號開始 擴大篩檢量能 這萊塑專案從上半天 變成每天上下午都可塞 預估一天能採六百人 甚至更多 還有北市七家醫院公費PCR 也全天後採檢量能全開 一天也能採六百人 隨著篩檢量大 專家認為確診者只會更多 輕症為主 因藉此增加民眾自然感染 讓更多人得到保護力 專家一致認為打疫苗還是得併禁 先前已規定郵柴外送員賣場 殯葬業 警銷醫護等強制打滿兩劑疫苗 現在更規定特定娛樂場所八大行業 顧客得打滿三劑才能消費 員工也得打三劑才能提供服務 承認中透露未來打三劑 才能進入場所會更多 希望藉此提高打氣 臺灣對病毒不再兼蔽親野 才能與世界接軌 近一新聞林文昕 余家衛 採訪不到